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三三三章同学聚会 如果他愿意 完全可以成为富甲义方的富翁 单是一德方面 唐昭就给叶浩轩上了一课 玄湖居继续在寻访明依 这天晚上 叶浩轩正打算打哪个红颜知己温存一会儿 却接到了郑蓝蓝的电话 看到他的来电显示 叶浩轩都有种想把电话给甩掉的冲动 这小妮子古灵精怪 而且思维跟正常人有差异 死死地吃住了叶浩轩 姐夫 你在哪里呢 你看都几点了 话筒的另外一边 郑蓝蓝有些不悦地说 我刚从诊所出来 有什么事 你前天答应好人家的 怎么就忘了 郑蓝蓝马上有些不高兴了 敢放我鸽子 我让你好看 哼 哦哦 我想起来了 叶浩轩一阵头痛 他这才想起来 前天已经答应郑蓝蓝 要做的临时男友 他感觉到一阵别扭 自己是他未来的姐夫好不好 姐夫 限你五分钟之内赶到 不然的话 我就找到你那位小舅子家里 找他去切磋去 郑蓝蓝威胁道 马上到 我马上到 叶浩轩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 连忙开这车去接郑蓝蓝 金碧辉煌酒店里 灯火通明 这个地方集餐饮娱乐于一体 也算是个不错的休闲会所 但是比起零件夜的那些家夜来 还是有些不够看的 但还算是上档次的地方 要是往保安那里一丢 甩出了几张小费 保安屁颠屁颠地跑去停车了 在这种地方不能显得小气 不然的话你的车子 肯定找不到停车的地方 郑蓝蓝的打扮 总是跟得上潮流 她身穿一件 深色系长款针织开衫 轻薄材质 搭配修身陆其上衣 下穿高腰牛仔短裤 厚底鞋 拎着黑色包包 格外抢眼 那双修长的大腿 毫无保留的 露在外面 在夜晚霓虹灯光年照耀下 显得性感动人 一下车 郑蓝蓝自然地挽住夜昊轩的手臂 俨然一服轻热的样子 咱能不能不要表现得这么轻热 叶浩轩有些不自然 那可不行 姐夫 你今天晚上可是我男朋友 你就帮帮我吗 我上大学的时候 根本没交过男朋友 不然也不会被那个混蛋骗去吸毒了 你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吗 嘻嘻 郑蓝蓝抱着夜昊轩的手臂又紧了紧 裸露在外面的小肚脐紧紧地贴着他 让夜昊轩猛吞一阵口水 自己这个小姨子 还真是诱惑死人不偿命的妖精 走吧 老公 别 你还是换个称呼 我怕你姐知道了 会打死我 叶浩轩吓了一跳 我已经告诉他了 说借你用一晚上 他都没意见 你怕什么 郑蓝蓝嘻嘻笑道 叶浩轩无奈地苦笑 怎么感觉自己成这姐妹俩公用的男人了 知足吧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姐夫 我大吗 郑蓝蓝一挺胸问 郑蓝蓝属于偏瘦 但不该瘦的地方 却是一点也不瘦 那足有的地方随着他 挺胸微微一颤 让他心里一阵哆嗦 下意识地答了一句大 洛洛 姐夫 我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 没想到 你和别的男人一样色 郑蓝蓝笑得花枝乱颤 又中了这你子的诡计了 叶浩轩有些尴尬 我是个男人好不好 所以 你们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再问你个问题 想不想摸一下 一秒钟抢答 想 叶浩轩的脑袋 根本转不过弯来 瞬间又中了这丫头的诡计 他连忙改口道步 不想 你刚才的话我已经录音了 你可是说出来想摸我胸部哦 你今天晚上最好老老实实地听我的 不然的话 嘿嘿 你懂的 郑蓝蓝笑得像是一只小狐狸一样 你 算你狠 叶浩轩无语 走吧 老公 等会好好的配合 如果配合得好的话 郑蓝蓝突然快速地抚到他耳朵 边说 我可以考虑让你摸摸哦 瞬间 叶浩轩感觉身体某种性受有种压抑不住的冲动 这小妮子 真 会挑逗人 郑蓝蓝轻密地挽着他 来到了指定的包厢里 敲开了门 里面重低音声震耳欲聋地传了出来 同时几个女生的脑袋露出了出来 蓝蓝 这是蓝蓝 啊 你个死丫头 毕业一年多了 都没你的消息 几个女生见面甚是高兴 尖叫声几乎盖过了室内 众低音的声音 郑蓝蓝尖叫这和几个大学时的好友 又搂又抱的 死丫头 你越长越漂亮了 走 进去吧 咦 这位帅哥是谁 你调来的凯子 我男朋友 郑蓝蓝像叶浩轩几眉弄眼的一笑 大家好 我是叶浩轩 蓝蓝的 男朋友 叶浩轩硬着头皮说出了这几句话 欢迎 请进吧 帅哥 几个女人夸张的叫着 时不时的在叶浩轩身上吃点豆腐 叶浩轩惊恐的发现 她似乎掉进狼窝里了 走地去叶浩轩才发现上当了 里面几乎全是女生 哪里有郑蓝蓝说的那样 必须带男伴来 由于金融专业向来是阴城阴衰 所以在场的男人倒没几个 偶尔也有带男伴来的 但是不多 郑蓝蓝不去跟闺蜜叙旧 强拉着叶浩轩扎进女人堆中 叶浩轩的身材引得几名花痴尖叫连连 应要郑蓝蓝介绍给他们 这是我的男人 介绍给你们了 我怎么办 你们这些痴人不吐骨头的妖精 我可舍不得 郑蓝蓝夸张地搂着叶浩轩 引起一阵笑声 哟 这不是咱们的斑花 郑蓝蓝吗 好久不见了哦 随着一个夸张的声音 一个打扮得极为时尚的女人 推门走了进来 她身桌暴露性感 豪兄朝天 沟壑处的颗 闪闪发光的蓝钻显得极为耀眼 而且手指上至少带着一颗大大的钻戒 纪衫 郑蓝蓝的脸色 有些不大自然地变了变 人渐渐地多了起来 沉重的音乐也被人调小了声音 看到纪衫衫过来 大家都笑这上去打招呼 但是夸张的动作 不难看出都在巴结着这个女人 趁他们打招呼的瞬间 叶浩轩诧异地问这女人跟你不对头 死对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处处看我不顺眼 郑蓝蓝纳闷地说 叶浩轩点点头不再说话了 她已经大致明白了 这是女人之间的极度 这纪衫相貌和身材都不错 但是比郑蓝蓝差了不是一筹 打完了招呼 纪衫坐到郑蓝蓝的跟前 狭掰的把手放在桌子上 露出她那颗大钻戒 有些不应不扬地问道 我们的大班花 现在在哪里捞金呢 她看郑蓝蓝一身并不出众的打扮 讥讽的表情毫不掩饰 郑蓝蓝打扮的是很漂亮 但没穿什么名贵的服饰 都是一身普通的衣服 这在济山看来 郑蓝蓝一定过得不如她 捞金谈不上 能顾得上温饱吧 洛洛 山姐应该混得不错吧 看这一身打扮 都敢得上名愿了 郑蓝蓝不动声色地回应道 名愿就是纸交际花 名声在柜圈里很响的那种 但是现在大多数的名愿 其实就是大家族间交易的工具 做一些肮脏的勾当 比起小姐来 除了名字好听点 其他的感差不多 郑蓝蓝 郑蓝蓝寓意她又不会不懂 但郑蓝蓝用词恰当 偏偏又让她发作不出来 济山冷哼了一声 整了整自己吕金的衣领 把目光看向叶浩轩 不冷不热地问 这是你男朋友吧 在哪里高救呢 高救称不上 我只是一名医生 叶浩轩笑道 她本来不想说话 快点陪完郑蓝蓝 这个聚会后回去 但是战火已经烧到了自己的巷上 她总不能不应招吧 哦 医生可是个好职业哦 好好干的话混十几年 应该能凑够买房的首付 济山不失时机地说 当然 我自己开了家诊所 如果小姐有病的话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给你打八折 叶浩轩笑道 济山大怒 心想 你才有病呢 但叶浩轩说的话冷魔良可 一方面刺激她一下 另外一方面还不至于让她发脾气 她要真发脾气了 倒真显得她有些小气了 她不悦地哼了一声道 不需要 我出得起这点药费 山姐 这颗钻戒值不少钱吧 一边一个女生表情夸张地问 当然 这是我老公从南非给我带回来的 至少得几十万吧 济山小白地把售上 那颗钻戒取下来 摆在桌子上 吸引来了不少的目光 哇 济姐 你老公好有钱哦 对你好好哦 真羡慕济姐的福气 众女围着济山 由衷的赞叹 济山有些飘飘然了起来 得意地扫了郑兰兰一眼 在读书的时候 郑兰兰处处都压她一头 长相压她一头 学习压她一头 就算是当选学生会干部 郑兰兰是正的 她铁定是个负的 出来以后总算翻身了 济姐 你老公是做什么的 她呀 做些小生意 一年赚的不多 也就几百万吧 哎 现在有些人呐 自甘堕落 找个小医生 真浪费了自己这张脸蛋 济山有意无意地扫郑兰兰一眼